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需要使用一个支队伍 打就对了 每通关一波都可以获得乾坤股币 每通关十波还可以拿换星奖励 每通关五十波可拿寻踪卷轴 目前国际服只开放了三个章节 一开始只能抽梅林 通关第二章后才可以抽竹林 通关第三章后才能抽鹤林 接着是前面提到的乾坤幻境的第二种关卡 坤之戒 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精英关卡 只要先通关前之境后 就可以挑战对应的坤之戒的关卡 坤之戒的敌人会比较强 并且会带有星术挑战 但这个星术挑战的内容全都是一样的 不会有像山河一样特别机车的挑战 老区基本可以无脑通关 新区可能就会比较有挑战性 星术奖励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无败退伍江的这一项的奖励 里面可以获得翠玲玄石和乾坤灵火 翠玲玄石是用来洗炼石锁住橙色瓷条的 乾坤灵火则是用来提升挂机收益的 底下的通关宝箱也新增了一个奖励 环玉骨券 这是用来升级善灵技能的 坤之戒的关卡不会影响章节解锁 但也不能放着不打 因为我们需要乾坤灵火来提升挂机奖励 来到聚灵台这里 我们可以利用乾坤灵火来升级聚灵台 并提升挂机所获得的奖励 通过挂机 我们可以获得最基础的三种奖励 挂机奖励最多可以储存48小时 也可以直接用换星来买挂机资源 就像黄天一样 但这边并不建议买太多 尤其是在前期挂机收益还小的时候 用换星来买的效益真的非常低 扇灵系统也有个类似占领的东西 不过人家叫法令 看起来就比较高级 想快速提升的就课法令吧 乾坤商店购买建议 最重要的就是寻宗卷轴每周必须买完 在你的三个扇灵都满六阶前都要持续地买 扇灵基本上都是靠商店买的卷轴在抽的 因为你不可能会有那么多换星 每周都到商店用换星来买卷轴抽扇灵 环宇古卷 前期每周三次也是必买的 后期会慢慢溢出 到时就只按需要来买就可以了 扇灵之城 在买完前面两样后 乾坤股币还有多的时候可以加减买一点 翠灵星辰不用买 之后会溢出很多 翠灵悬时前期也不用买 不过以上都是按照陆幅的资源获取量来给的购买建议 如果国际幅的情况有变 之后会再做说明 扇灵寻宗 使用的是寻宗卷轴来抽 40抽保底一个扇灵 这东西是真的不好抽 寻宗卷轴有三个来源 第一就是前面提过的乾坤幻境的通关奖励 第二是乾坤商店 最后一个就是寻宗宝库 寻宗宝库这里可以每周花两万唤星来买40抽 40抽如果运气不好就真的只会抽到一只扇灵而已 我们就来实际的抽一抽 看看几抽能抽到一个扇灵吧 现在的三只都只是普通扇灵 后续还会出稀有扇灵 就像灵宠一样 我的建议是前期可以买来加速 之后平民只要每周靠乾坤商店买的卷轴白嫖就可以了 至于要不要课金 就全看个人了 扇灵和灵宠一样 最终都是会满的 而且扇灵只有三只 满的时间会比灵宠更快 接着来说一说扇灵的核心系统 每一只扇灵都会有一个出战技能和八个非出战技能 非出战技能的意思就是 即使扇灵不出战 这些技能也可以生效 不过既然国际服把它改成了叫助战技能 那我们就叫它助战技能吧 出战技能和助战技能都分别对应了不同的系统 出战技能对应的是天元系统 扇灵最大可以升至六阶 同一扇灵解锁六阶天元需要的碎片分别是 八十、一二零、一百六十、二百四十、三百六十、三百六十 每升一阶就可以解锁多个天歌属性 先把所有属性都激活 之后才来洗练属性 天歌提供的属性是固定的 但可以透过消耗翠灵星辰来洗练属性的数值 洗练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先洗出橙色的属性 因为橙色天歌的数量可以用来提升天元里的属性值 当天歌里的属性全变成橙色后 天歌就会变成橙色天歌 天歌里的属性有一到三条 最难洗的自然就是三条属性的天歌了 因为你需要同时将三条属性都洗到橙色 天歌才会变成橙色的 洗练出一条橙色属性后 就可以使用翠灵悬时将橙色属性锁起来 然后继续洗练剩下的属性 一开始并不建议这样洗 具体的我会再做一集视频实际的洗给大家看 总之大方向就是先将容易地洗到橙色 之后才去追求满级的属性 接下来是助战系统 一样先给大家一个大方向 这些东西都可以单独出一集视频来细说 助战技能里最重要的就是最后两个技能 这也是我们升级扇灵的最终目标 两个技能里一边是伤害类技能 另一边就一定是减伤类的技能 灭队自然是先往伤害类的方向发展 抗队则是往减伤类的方向发展 当升级至特定层数后就会有升级条件 所以你还是得从第一层开始慢慢往后升 一般的升级只需要消耗善灵之尘 只有升到有升级条件的层数后 才会需要消耗环与骨卷来升级 第一层没有特定条件 只需要消耗骨卷来升级就好 第二层会要求你先将第一层的两个技能升至特定等级 满足要求后才能继续升级 第三层会要求第二层的技能等级 以此类推 可升级的等级上限和善灵的阶级有关 总之顺序就是先选一个你想要的第三层技能 然后再把第一层和第二层 按需要的升级条件十级十级的去升就好 第三层直接升满就对了 每提升一级技能都可以增加善意值 所有善灵的总善意值可以用来提升至成之意 和至善之力的技能等级 这和祈福台的系统是类似的 最后来说说善灵究竟要抽那一只比较好 一样先说个大方向 看到这里相信大家也都明白 其实善灵的助战技能和所提供的属性 是比出战技能更重要的 所以最后还是每一只善灵都是要抽的 建议是先把每一只善灵都升到二阶 之后再往上升 不过即便如此还是会有先后顺序之别 这边会优先推荐抽取梅灵 因为她是里面唯一的妹子 不对 是因为她的用途最广 简单来说 她就是善灵界里的夫珠 在你没有其他更好的稀有善灵前 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使用她来出战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